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原始最开始 父母未生我前本来面目我们是什么呢 是法界中的一点灵光 这个灵光无染 金刚不坏 是我们的如来种子 是发生如来 没有形象 那么整个法界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灵光点 连接成灵光法界 透明 明体有光 这就是法界事项 但是不是耀眼的光 不像电灯光 不像太阳光 不刺眼 所以大家看不见 那么我们彼此都坐在明体中 都坐在法界中 这就像鱼虾游在海里一样 那么海水它是由一个水分子一个水分子连接成的整个大海 我们的法界海也是由一个光子一个光子连接成的光子海 那么无处不在 在我们人体里面内外无处不在 所以它不在内不在外 因为你有内外 你就是二分法了 你就二了 二了就是傻了 糊涂了这个意思 那么它本身是一个整体的 你作为鱼虾在海里 那个大海哪有内外啊 你在那里面就没有内外啊 对不对 我们这个法界海比大海大多了去了 连大海 连星体 连这个整个宇宙都在法界光明海中 它是没有边际的 所以是哪有什么内外啊 你的身体里面也是这种光子 身体外面也是这种光子 近虚空变法界无处不适吗 没有一个地方不在啊 那么我们这个在我们肉体里面 也在外面 所以是那么我们要去修炼它 在哪儿修炼 是不是 它怎么从无又生出有来了 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 父和母的DNA染它了 把它一包 形成了一个网罩住它了 原来是个灵明灵体 外面有一张网罩住它了 我形容是蜘蛛网 这个蜘蛛网哪来的 父和母的交叉 DNA的交叉 上面还带着它九族的交叉 这是第一次父母 然后形成了一张大网 把你就网在里面了 网住了一个点 同时父和母的阴阳碰撞 又生成了个泡 又生成了个泡 生成了这样一个灵明泡 泡里面是那个不死的明点 是金刚不坏的明点 这个泡外面 是父和母的DNA 染成了一个球形 泡体 泡体 所以这样呢 就叫受精 揽细胞 是不是个泡 泡 细胞 胞就是个泡 就是一个泡 你最小的时候 你多大 最小的时候 你是一个受精染细胞 由此细胞 分成两个细胞 四个细胞 八个细胞 大部分裂下去 最后有了你今天的身体 有了今天你的 你的这个五脏六腑 四肢百合 整体的一个人体 所以大家借助 今天科学 要认知 我们是个什么 我们是个泡 今天你还活着 你这个泡没有破 就像这个 透明的这么一个泡 你没有破 没有破 你跟外面 有没有隔阂 有没有隔阂 有隔阂 有隔阂 为什么 你在泡里面 你有一个 我们今天叫场 人体生命场 你周围有这么一个泡 实际上 在我们这个大泡里面 还有三个泡 什么呢 颅脑腔一个泡 这个胸腔一个泡 下腹腔一个泡 所以你们看大屏幕上 这个佛菩萨 它有头光 有心光 有背光 那么在整体一个身场 是不是 这就是一个泡 这就是一个泡 然后我们 这个泡 哪来的 父母给你遗传来之后 形成的 阿雷耶使 织剑 祖先的织剑 你如果还有前世 前世的织剑 形成了这么一个泡 把你罩在里面了 你突破这么一个泡 然后你用着泡里面的织剑 成为了你今生 是一个什么人 是不是 你这个身场 把你给局限住了 所以 本来是没有局限 但是你执着 妄想 执着 使你自己 与法界怎么样 隔离了 把自己关在里面了 罩在里面了 说是 我们在修行中 最后要有一个 粉碎虚空 把这个泡粉碎了 和整个法界 融成一体 这么一个过程 说八万四千毛孔 孔孔都要放光明 才能跟法界连接 无缝连接 无缝对接 那你就成了 寄身成佛的 这个结果 否则你就是 弄了一些泡 把自己罩住了 你这个泡 到底能有多大 决定了 你的成就有多大 你是个小泡 就是小人物 你是个中泡 就是中人物 你是个大泡 你就是个大人物 地球是一个小泡 太阳系 连接了很多泡泡 成了一个大泡 银河系 又把所有的 类太阳系 结成自己的 这个泡泡里的东西 形成了个更大的泡 一百四十年的宇宙 远接了一百四十亿年的 所有的生命体 成了自己更大的一个泡 这是我手中的沙漏 这就是我们和法界 是不是一个整体 不是一个整体 被这个泡怎么样 给你大泡套小泡 小泡套大泡 再套更大的泡 所以你层层层层层层 是被隔离的 中元节要到了 为什么在中元节 这个时空点 然后 这个叫鬼节 六道众生都能够在同一个空间 这天左旋 地右旋 从去年的七月十五 到今年的七月十五 是不是悬了一年了 悬了一年 你们知道你们拧麻花也好 做油条也好 你是不是 你不能使劲拧啊 拧到一个时候 那个面就怎么断了 你弄不成麻花了 你把它拧断了 经过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的天旋地转 然后到七月十五的 前三 后三 加中央一天 七天 啪 断了 这中间拧断了 一个望左 一个望 断了 这一断以后 这个泡泡怎么样 泡泡 这是指的我们地球场性 不是整的一百四十一年宇宙 所以这一泡一断了以后 原来隔的一些小泡泡都一起拧断了 所以我们身内的鬼神 身外的鬼神 就可以相交到了 这是定为鬼节 定为这个鱼兰盆节 那这是科学的属性 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佛 你就是被这些小泡 套大泡层层障碍住了 知不知道 为什么释迦牟尼说 你心外找佛 心外弥菩提 世人 行邪道 没有办法突破 你往外 你突破了自己的身场 你还有一个地球场 照着你 突破了地球场 还有个银河系场 照着你 还有巨银河系 沙河系 然后直到最后 还有一个一百四十一年的宇宙 你这一生怎么突破这一百四十一年的宇宙 所以这个方法行不通 古来 大德 发现 用这个 向外一层层找这个方法 无始节 要经过三大额层七节 你才能把它给 这个泡给搞破了 那么有没有办法 简单一点 最后发现 你身上有一个中心点 这个头顶跟会音连接的一个中心点 身前跟身后的一个中心点 身左身右的这个中心点 这一个点是原始母点 什么意思 就是受精卵细胞分裂开始 聚中 它是不偏不移吧 聚中 它是中央中 说这个点呢 它有个特点 这个点 里面 心中心里面 这个泡 里面 里面的中央是个什么东西 里面的中央 原来 它就是 法界的那个光子 它跟法界是一个东西 所以是 一就是万 万就是一 所以你不要在万里找 你回到那个一里面去 回到一里面去 回到哪里去 心中心 是不是 你不是向外找 你是坍塌坍塌坍塌 从柔岛腔往下看 从下腹腔往上看 从前往后看 从后往前看 从左往右看 从右往 走到那个中里面去 走到那个中里面 中央中 中是什么地方 那是你的家 你是从那诞生的 外层有石神 石网 是父母给你的 过去七十分 父母给你的 你脱离这次 这个石网 钻进去 那个 那个光子里面 那一个点里面 所以圣贤告诉 见小 月明 不是你出去 见大 是见小月明 这个地方叫什么 这个地方叫心 所以释迦牟尼说 不是肉团仙 不是你的思虑仙 是你的什么 真心 没有它 你生不出来 它是你整个的 就像发电机一样 它给你整个生命 提供动力 它是法界吗 所以没有它 你不能生生不息 哦 这就是什么 心 这就是心 这就是心 所以你念佛入心 入到哪里去 你要坍塌坍塌坍塌 入到这一个什么 点里面去